我覺得吳敦義可能真的很恨國民黨 就你提了來自地獄的不分區之後 你還嫌票掉得不夠 然後你還要講這個 根本無助於選情的仇恨評論 這實在看不出來 除了鐵桿深藍 然後道德還要標準很低的人 才會同意你這樣的做法之外 根本沒有效啊 其實選進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所有人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情緒控管 你要如何的去控管你自己的情緒 然後精準到說 你的語言跟所有台下的語言 是剛剛好同呼吸的 那我覺得絕大多數的政治人物 其實根本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 在國外的話呢 其實每一個政治人物 他背後要講什麼樣子的話 或者是在什麼場合 然後用什麼樣的文字 其實都有經過精準的計算 很多候選人在多大天大的危機的時候 他一樣相當沉穩 講的話不卑不亢 也不會任何的挑撥 也不會讓自己陷於險地 可是就是有些人的特質 他就是沒辦法控制自己 尤其在環境的影響之下 很容易就把自己最殘酷的一面 最懦弱的一面 很輕易的就揭示給別人看 在同溫層其實常常會出現 就是大家會互相取暖 覺得對方很糟糕 那因為對方很糟糕 所以彼此之間在日常語言當中 就會用一些 然後比較醜陋的方式去形容對方 在台面下的語言 他不經意的就會在台面上 當你的碰到群眾的時候 一下子要說很多很多話 你的腦子跟你的嘴對不上的時候 你就會把這一種在私底下面 嘲笑啦 然後嘲弄啦 各式各樣的話語 就會端到台面上來 吳敦義 第一個你要想想看 你還剩多少支持者 那第二個你這樣講話 支持者會開心嗎 國民黨現在大概就真的是 自暴自棄 那自暴自棄到我嫌票太多 所以我盡量隨便亂講話 那票多了 反正我也沒差 那我覺得明年看起來 以吳敦義這種表現 一定會被逼宮啦 對於你自己黨內的支持者 那種新的創傷 那還是更巨大的 因為這麼多日子來 每個人在緊繃的情況之下 都在努力自己的這場選舉 你身為一個龍頭 你是國民黨黨主席 你竟然可以輕易的撕裂 整個黨內的向心力跟團結 還有一些光榮感 得不得罪外面的團體 那已經是其次了 那是你個人的事情 可是你把整個撕裂成如此 你此時不下台 你更待何時 也吳武裝 支音